一架几个月前坠毁的直升机 突然完整回到了美军基地 在众目睽睽之下 它突然收起悬疑 变成一个巨型机器人 开始对着基地旁空乱炸 人类子弹对它无法造成伤害 面对这种武器不在一个档次的敌人 士兵帮忙逃窜 兔一辉就全体震撼 这是人类与霸天虎的第一次交谎 相传很久以前 在宇宙中诞生了一个火种魔方 它拥有创造生命的能力 并建造了一个名为赛博坦的机械星球 但星球上的一场大战 让赛博坦被摧毁的所剩无几 机器人们为了找到魔方重建家园 根据线索来到了地球 男主珊姆刚刚从他爸那 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 一辆破旧的科迈罗 便迫不及待地开出去撩妹 在路上 他主动将自己的女神金姐接上了车 并表示可以送她回家 但一路上就车问题版出 先是自动播放浪漫的音乐 然后故意熄火 开到一半停了下来 珊姆愤怒地踹了两脚 金姐看了一眼 打算步行回家 车里的珊姆心急如焚 怎么点火都无济于事 看着远去的金姐 珊姆急了 赶紧变换了态度 于是汽车又重新启动 让珊姆顺利将金姐送到了家 夜晚 珊姆发现自己的爱车突然跑路了 以为是某个偷车贼 赶紧追了上去 路上顺便报了个警 她来到了一个工地上 接下来的一幕让她目瞪口呆 刚准备悄悄走 这时警察赶来 发现了珊姆 将她带回了警局调查 这时美国情报局显示 总统所在的飞机 遭到了未知的网络入侵 他们纷纷认为 这种程度的攻击 不应该是地球存在的技术 珊姆这边被警察放回了家 但大黄蜂依旧对她不依不忍 成天在她家院子里倒塌 让珊姆整个人都不好 于是劝她不注意 立马骑车逃了出去 大黄蜂在后面紧追不舍 半路遇到了一辆警车 珊姆立马跑过去求救 结果发现这警车 咔咔一阵电行 居然比自己家的车更狠 珊姆心想这是倒了八辈子 拔腿挣 半路上拦住了骑着小摩托的经济 让她不要过去 最后大黄蜂及时赶 就走了两人 警车在后紧追不舍 大黄蜂带着两人在公路飙车 来到了一处废弃仓房 但还是被发现 随后大黄蜂不跑了 把珊姆两人放下车后 变成了机器人形态迎接路障的进攻 路障放出迷乱追击珊姆 逃跑中迷乱扯掉了她的骨 危急时刻 金姐拿来电剧 将她的头锯了下来 此时大黄蜂也解决掉了路障 来到两人面前插了回腰 这下山姆彻底接受了 自己的车是外星人的事实 大黄蜂变回了汽车 让两人上车 这时迷乱伪装成金姐的手机 被一块带走了 在车上 金姐吐槽大黄蜂身为高科技外星人 为什么要变一辆如此破旧的车 大黄蜂一听不高兴 立马在一旁停下 将两人赶下了车 回头就扫描了一辆路过的星星科麦 再次回到两人面前 这时她的几位同伴也从天而降 山姆最近买了辆二手车 想在自己女神面前威风一下 但没想到二手车变成了机器人 还带来了一群汽车同伴 让青春期的山姆开始躁动不安 他们纷纷在山姆面前辩识 带头地向山姆介绍自己 说自己叫擒天主 是汽车人的手里 然后介绍了身边的战友 富官爵士 武器库铁皮 医护专家救护车 还有一只守护山姆的大黄蜂 秦天主简单地向山姆表明了 介绍了他们遥远的赛博坦星球 以及汽车人和霸天虎的恩恩怨怨 霸天虎的首领威震天 为了追踪火种魔方来到了地球 但在拿到魔方之前 就意外坠落在了北极 山姆的曾爷爷意外发现了他 无意间启动了巡航系统 于是魔方所在的地步 被刻在了他的眼镜上 秦天主还告诉山姆 如果让威震天 抢先一步找到魔方 地球将会迎来万劫不复的灾难 得知一切的山姆 赶紧回到家找到眼镜 汽车人们也跟了过来 悄悄躲在山姆家院子里 刚找到眼镜 门外突然来了一群黑衣人 自称是来调查外星人事件的 他们怀疑山姆和外星人有勾结 于是将屋里人全都抓走了 连狗狗也没放过 在路上 秦天主帅汽车人及时赶来 将山姆的车拦了下来 救了他们 搅走了他们的武器 山姆逼问他们的背景 但男人十分嚣张 于是 但没想到 对方悄悄呼叫了支援 不一会就赶过来 汽车人全体变形 秦天主将两人放在了身上 藏在了大桥下 结果山姆和金姐不胜滑落 大黄蜂飞身而出救了两人 但也暴露了自己 由于不想伤害人类 她没有抵抗 和山姆两人一块被抓走了 秦天主捡到了山姆一落的眼睛 找到了魔方的位置 此时研究外星人的第七区负责人 找到了国防部长 向他说明了赛博坦星人的入侵事件 于是国防部长跟着他们 来到了第七区基地 山姆和金姐也被带了过去 他们在这里见到了被冰封的微震天 原来被人类转移到了地下 山姆告诉他们 这个机器人来地球的目的 是为了找到一个叫火种人的立方体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魔方居然就在这里 原来人类用厚厚的水 屏蔽了魔方的信号 此时伪装成手机的迷乱 终于现身了 他利用魔方能量修复了自己 然后立刻将魔方位置 传达给了其他霸天虎成员 潜伏在各个角落的霸天虎开始出动 众人正在见识魔方的力量 率先到达基地的红蜘蛛 立刻发射了导弹 摧毁了基地的发电设备 迷乱趁机溜进了控制室 解除了微震天的冷冻系统 微震天开始慢慢解冻 面对严峻的局势 山姆和上校说服了第七区的指挥官 释放了大黄蜂 在大黄蜂的拨弄下 巨大的魔方缩成了一个小魔方 上校建议将魔方转移到城市中 而这时微震天已经彻底活了滚 变成飞机冲出了基地 一辆黄色科迈罗跟腾在公路上 迎练而来的是红蓝卡车和他的豪华车队 擎天驻一个帅气的甩稳 带着汽车人同胞 加入了护送火种魔方的队伍 半路上 他们遇到了前来阻截的霸天虎 一个重型勾击瞬间变身追了上来 秦天驻也立刻变身拦着他 两个巨型机器人摔下了高架墙 立刻扭打在了一起 秦天驻不愧是汽车人领袖 立愿出鞘很快干掉了他 车队来到了室内 上校呼叫空中支援 结果前来的却是变成战斗机的红蜘蛛 红蜘蛛对地面发起了导弹攻击 巨大的爆炸炸掉了大黄蜂的斗 随后重型坦克霸天虎赶 持续向他们开炮 还好汽车人及时赶到 铁皮飞身翻过美女头顶 射出导弹重创了霸天虎 随后被汽车人联手打打 但威震天一登场 战况又变得严峻起来 身材矮小的爵士被他撕成了两半 上校将信号弹和魔方交给了三人 随后军队和汽车人 共同护送他去对面建筑的楼椅 秦天驻赶了过来 立刻就与威震天展开了决斗 两人开启远程火炮对射 金姐用车拖着大黄蜂一动 一路上大黄蜂用火炮连续射击 干掉了一个霸天虎 铁皮和救护车护送的山姆 途中遭受到了红蜘蛛的攻击 身受重创 山姆被霸天虎追着一路跑到了楼底 点燃了信号弹 然而就在准备交付魔方的时候 一发导弹袭来 击毁了直升机 然后一锤将山姆打向了地上 还好秦天驻赶来救下了山姆 但威震天立马追了上来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秦天驻交代山姆 如果他战胜不了威震天 就将魔方塞进他胸中 牺牲自己与他同归于尽 说完就上前和威震天扭打在了一起 这时直升机眩晕赶来 准备从背后偷袭秦天驻 但被上校等人发现 直接划铲到他头下 用穿甲弹击穿了他的要害 将其击毁 秦天驻难以招架 空军飞机赶来支援 在天上被红蜘蛛给牵制住 但还是找机会重创了威震天 威震天发现了山姆 危急时刻 山姆背叛了秦天驻 将魔方放进了威震天的胸膛 威震天承受不了火种的力量 和魔方一起被摧毁了 秦天驻取走了 他体内残留的火种碎片 最后大黄蜂决定陪伴在山姆身边 威震天的尸体被人类扔进了海洋 人类与霸天虎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下次见